最近很多人在搶江慧演唱会的门票 江慧有一个歌迷非常特别 他是来台湾寻子十七年的纽西兰艺术家费尔 十七年前他的儿子来台湾爬山 可是在阿里山失踪了 费尔先生跨海来台六次都找不到儿子的下落 他刚开始觉得愤恨 害怕 渐渐地在搜救队员和邹族朋友们的关心和帮忙之下 逐渐走出伤痛 他说他在台湾最悲伤的日子里 是台语天后江慧的歌声抚慰了他 费尔最近出书把这段心情写了下来 他说他很欣慰 他的小孩最后是留在了台湾最美的森林里 一伙流泪一伙灿笑 满头分不清是金发还是白发的费尔先生 来自南半球纽西兰 十七年前只身来台 当时他的心充满着悲伤与害怕 1998年费尔的儿子来台湾爬山 却从此下落不明 老父亲千里寻子来台 当费尔戴着儿子的大头罩 漂泊于阿里山山区时 他在计程车上偶然听到的一首台语歌 半醉半清醒 意外地抚慰了他破碎的心 那位寄存车司机买了这张CD送给费尔 费尔从此与台语天后江汇结缘 他买了江汇所有的专辑 带回老家纽西兰 我变得很知名 就看到了说风气美丙 若温的幻象从中央野 我发现虽然看到了 我非常痛快 但却这么美 我觉得很感兴趣 那里是何我发生了 但我曰了 我知的练习 我发现了 在缘加疗疾 悲伤和疲�zeigt 及出城说只是一份的让你的爱 所以 所以Jody的音樂就是責任的負責 當時像這樣無條件幫助他的人 一天一天 越來越多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雲 金頭毛那個 那個人 他們學生在我們唱片裡面 放進去 那你來找到他 不但我們這月十萬塊之後 我也把我吃的三餐都送給你 這個王老神 我們都那種江湖 術士那種擺地攤的人 他居然都會幫廢爾的忙 就像這樣 部落的鄒族人 山林搜救隊 或是計程車司機 探犯老闆 幾乎接觸到廢爾的人 都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廢爾說他覺得自己就像是台灣人 兒子失蹤的隔一年 發生921大地震 菲爾甚至趕回來幫忙救災 2010年作家劉克香把這個故事寫成文章 菲爾竟然見到了這個 撫慰他內心的聲音 阿神的冒醉 水花千辛 水的水亮 涅到心所浪的故事寫到 有多大小小的故事寫到 阿明明說 飛飛是無聊 受江湖邀請來台天演唱會 甚至何江湖 何拍MV 眾多台灣人帶給他的感動 菲爾花費三年時間寫下文字和圖畫 記錄人生中這段意外插曲 他說我又聽到他的歌聲了 歌詞不明白又有什麼關係 他是隔離童話裡的吹笛手 吹出了人生最濃縮的苦 最純然的愛 我只痴痴地跟隨 無需解釋 無需文字 新書發表會這天 江湖也為菲爾送上花籃和祝福卡片 也希望台灣人的溫暖 可以讓你把這裡當作你的第二個家 菲爾這天穿著鄒族的傳統服飾 他說他很欣慰 兒子魯本的最後 是留在了台灣美麗的森林裡 我知道我的故事是一個悲傷的 但我希望你祈禱誰 我寫了這本書 是一個祈禱的誰 你和你的文化 在另一片土地上 遇見充滿善意與慷慨的家人 菲爾說希望以新書為台灣人鼓掌 在這本書上 是一個祈禱的家人 是一個祈禱的家人